非洲、甘比亚、赖索托等九个国家前代我国参加农业技术讲集的第十五期三十五位学员,今天上午九点钟给达省政资料馆,首先由省农民厅长张顺镇陪同听起了省政建设简报,谢主席在接见他们的时候,特别说明了为民造谱省政建设的目标,就是建立安和乐丽的社会和实现三民主义的摩托省。 这个时期希望他们学成回国,要与农业技术发展,为他们的国家创造财富贡献力量。